最近很多人來人詢問金幣要怎麼取得 應該大家都有發現喔 每天的固定支出非常的高 可能今天終於存到了800萬 怎麼隔天還是800萬呢 所以小助理就整理遊戲內金幣取得的方式 和一些損奇的小秘技和大家分享 首先前期快速取得金幣的方式 就是上頭禮包金幣系列的一定要記得購買 目前開服了兩週左右了 這類禮包已經幾乎不會再出現了 所以有跳出的話就記得要把握機會囉 再來就是支線會取得的殺金袋 一個固定賣給商店是7萬元 任務給的是綁店的 地圖36等以上的怪物也是有機率掉落的 目前市價在我們這個伺服器大約落在200鑽上下 但掉落的機率不大我也只打到過兩個 然後是金幣寶箱 最容易取得的方式是在公會成員購入商城禮包的時候 會同步對全公會發送寶箱 有機率抽到金幣箱 金幣箱裡面從3萬到100萬是隨機取得的 所以建議加入活躍度高的公會才能拿到更多的資源 另外每日任務的金幣收入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金幣來源 越高等的任務金幣越多 每天可以解30個任務 所以每天更新以後 記得把自己打不動的任務委託出去 那你會說 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來打每日的任務 那怎麼辦呢 自動跑任務的影片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放在影片下方介紹出自興取用 再來就是打怪取得金幣 遊戲設定並不是每一隻怪物都會掉落 副本的繁榮之地相較其他地圖 怪物好打 掉落的寶物和金幣也比較多 每天都要打滿 掛完一個小時之後呢 在存錢階段 建議選擇低等幾乎不需要帶水的地圖來掛網 裡面打到更多的東西 花費也更低 以我自己為例子 如果我每次從村莊出門 就需要攜帶1800排檬水 加上60罐的突擊靈藥 那我的花費一趟就是7萬5 假設打太痛的怪物不小心就死掉了 復活又是一筆花費 再加上飛到地圖也是一筆開銷 這樣呢就永遠存不到錢囉 記住 以及死掉呢 不如把回程卷軸放在快捷鍵上 是更省錢的做法喔 最後有個小地方 在飛地圖的時候 怎麼選是有價差的 舉例來說 我要去朝聖城峽谷 一樣的地方 我從任務點是2600元 從地圖上點是3300元 如果點到附近的飛機場 就會是固定價的5800元囉 以上就是我賺金幣的小小心得 歡迎把影片分享給更多有需要的人喔